少年沉溺色情淫网 福寿折尽 此时才二十多岁 感恩诸佛菩萨 阿玉成白莲花出发了 判官阿弥陀佛 阿玉何时行礼 今天判官带我去参观邪淫地狱之电光眼地狱 此地狱是生前喜欢看色情书籍或看色情网站的众生 寿中入此地狱受报 来此地狱受报的众生会根据他们的年龄及观看的密度来判刑 最低的是地狱报五十年 年龄越小的如沉迷看的会更重 多数人看完色情网站之后 都会继续犯其他邪淫 如守淫或飞石 飞地 飞气等邪形 甚至用注淫工具看此类色情书籍严重破坏人的良好本性 特别是天性纯净的纯阳之体小孩子 成人都不应观看更何况是未成年的孩子 现在人间有很多青少年都有在电脑上观看此类色情网站 任何人只要沉迷色欲 必定直接影响其身心灵各方面的健康发展 人每天靠思维意念来生活的思维意念推动行为 行为造上恶业 上恶业决定命运 命运造成业力 业力产生要受报 经常看色情网站 人的思维就会昏沉 处世不清晰 特别是小孩影响面特别广 贯送人身修行的良好机会 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 古今中外有多少名人将士 都是过不了色这一关 判官说 首先观看色情书籍或色情网站 每次都会折服折兽 之后进一步再犯其他邪淫 一样折服折兽 一等如慢性自杀 现在人间科技发达 小孩子都用电脑 有很多小孩都有看色情网站 有些是家长不知道 因家长自己不懂使用电脑 任由孩子自行学习电脑 从不过问 每天工作也非常繁忙 根本无多余时间打理孩子的事儿 又或者经济好些的 就请个工人照顾孩子 工人也未必会照顾的妥当 所以这些家长也会折服 不能说不知道就不理 养不教 复制过 家长应该自行关注 教育孩子的健康成长 至于有些家长明明知道 学校却没制止 或当是性教育 而放纵孩子观看 有些还说 时代不同了 现在是开放时代 学校都有性教育 幼儿必学课程 这是严重错误的知见 明府希望这次集阿玉您参观地狱之后 回人间告诫有情众生 改邪归正 珍惜人间数十年的光阴 多做友谊世道人心之事 莫做害人害己的勾当 否则一息不来 死后就来见我了 已经听到惨叫声 原来是电光眼地狱的众生 在受酷刑 此地狱设有很多大型有机关的电脑 一个灵 一台电脑 电脑里面有东西看 每个灵都在看他们的电脑 但不看还好 一看他们就会大声惨叫 有个男灵很年轻 像二十多岁的样子 他的电脑会放出钩子的红色电光出来 直接勾住他的双眼 把眼球向外撕拉出来 一地都是鲜血 男灵显得极度痛苦悲哀 这个是在网站上看色情电影 图像及小说等等的果报 判官说 这男灵从小就开始看色情网站 而且还会收银 因饭的密度高 所以一生的福报很快就会折损完毕 而堕落到地狱来了 他的父母还在人间叫喊着痛失爱儿 旁边有个罪灵坐在一张桌子上看色情书 与刚才勾研果报同样刑罚一样严重 但受报的速度慢一点 我请教判官 为何受刑速度会有所不同呢? 判官说 因为用电脑看色情网站的一般会在短时间内看的量多 时间上相对也很长 而看色情书及画报及小说等 却是有限的那几本色情书而已 如果众生在生时看的不多 而后来觉悟 忏悔以后不再重犯 而且反过来 大力宣传此劝善文章 劝导众生不再看色情网站 光碟及色情书籍 用自身金钱尽力买下色情书籍 即光碟等烧毁 将功补过的话 则可免受地狱火爆 判官严厉地说 在电光眼地狱受报的众生 一般都还需去其他邪淫地狱继续受刑 犯守淫、犯飞食、飞地、飞气等罪的 死后决定要被打入吞铁丸、爆铜柱、烟花翻滚等等地狱 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飞气地狱之中受刑 今天暂时到此 拜别判官 阿玉何时向判官行礼 感恩判官 成白莲花回去了 色情网站即光碟真是害人不前 各种大地狱中的血腥味 完全令阿玉难以承受 参观各种大地狱 看了那么多罪灵 被鬼族砍头、斩首、割肉、切脚、大嘶大叫的恐怖血腥场面 阿玉回家后 心理上都要做重新调整一番 方才回复过来呢